拿不到的吧 名字是你的小孩子怎么可以拿拿钱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10万美金以上的 那么就需要去聘请一个律师来做遗产认证 那么高峰律师会展开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实际的例子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需要一些权威人士 我还是听不懂 假如我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相信在美国叫什么 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 那么那些意见领袖 那么这个人呢叫Suzi Orman 她是主持这个电视里面 很多talk show的一个节目主持人 Suzi Orman 那么她讲了这一段话 我等会儿会把她的话翻成中文 她是这样讲的 她讲如果您不想承担任何形式的风险 但是呢 却想在股市上玩一玩 她讲play 我翻译不出来这个正确的这个方法 玩一玩的话呢 指数年金呢 也许对你很合适 指数年金是指数投资的一种方式 那我特别喜欢指数年金 尤其是在市场下跌的时候 一个他还有一个叫做Stanley 也是个电影演员 又是个经济学家 经常在这个Yahoo上主持节目的 Yahoo这个网页上主持这个专家谈经济的 他们两位都很赞赏 用年金的方法 用这种指数年金的方法来做投资 好 怎么样享受 享受的办法我们来看看 今天就可以跟我们预约一个面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把这个兴趣的内容记下来 记下来面谈的时候呢 一起来跟我们探讨 然后面谈的时候 我们需要带好所有的财务方面的账单 账单呢 包括老旧的年金 年金呢有好几种 一种叫做负费年金 就像银行的CD一样 它只是每年不要交税而已 还有一种呢 叫做寄付年金 也就是说你从第一天开始 交给他钱 30天以后他就发钱给你 叫寄付年金 保健终身 还有呢叫做投资性的年金 跟那个共同基金啊 没有什么区别 跟Witchfile没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 是一种全新的年金 叫做指数年金 最新的是只涨不跌的 而且没有任何费用的年金 那么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说 这是最好的一种年金 好吧 好 还有人数保险 人数保险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有些定期保险啊 有些以前我们在纽约说的 whole life啊 有些VUL是投资性的啊 那么我们讲的呢 也是最新的一种叫index life 用同样的方法来投资 但是其中是个人数保险 退休账户 各种退休账户 你可以把它带来 各类投资除须 见证的时候都需要带这些材料 我们才能够帮助你 这个医生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要主诉病情 然后我们再忘文问切嘛 是不是 你要讲得越清楚的话 越能帮助我们 好吗 好 接下去啊 我们会花点时间讲另外一方面的内容 叫做固定收益账户 10%到13.3%的回报 好吗 一个是叫应收医疗账款债券 还有一个叫做天然气石油的产权剂 好吗 我们会讲这两个主题 应收医疗账款债券 简单的来说是怎么回事 简单的来说是说 我们医生看病 他接下去 他要跟包领公司去claim 一般来说是90天的时间 有些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是这些医生需要这个钱 付房租 付员工的薪水 或者是去新买一台设备 那么都需要现金的周转 那在美国就出现了一种行业 这个行业他就把这个钱先给客户 Advance 给这个医生 不是客户 给医生 把医生的这个债 这个债权 也就是这个账单 给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他再去收钱 90天之后 他又收到了钱 他把这个钱再还给医生八块钱 88%结束了 88%结束了 那么他的盈利是多少 他的盈利是不是12% 但你记得吗 他的盈利12%是多少天 90天 90天 不是360天 他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这空间就是cution 就是他可以 有一些说不到的 有些argument 他就可以用其他钱来补进去了 但是看 保证我们的是多少呢 你看看 没有夸口 两年期的一个定存 存在有10%的利息 三年期的10.25 六年的10.5 这个基金已经发行了4万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我的office面谈 那么他的要求是需要合格投资人 什么是合格投资人呢 净资产 就全世界你拥有的资产加在一起 减掉你的债务 等于100万美金以上 这个叫合格投资人 或者 我说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或者你过去的两年 连续有20万美金的年收入 也是合格投资人 好吗 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我这里都有资料 可以forward给客户 当然我需要跟大家面谈一下 make sure 这是不是soul 对你是不是合适 然后呢 这个下面一项我们讲 天然气原油产权机 这个有一个人呢 他是Oklahoma University的 这个一个校友 叫Teebo Peekin 他呢 三十多年以前呢 他发明了一种东西 就这个东西 他发明的 那么他其实也是历史上 第一个 这个 破素产的婴儿 所以他这个人 他身上有一点 这个反骨啊 经常 闹了很多这个事件出来 Teebo Peekin Teebo Peekin发明了这个 天然气原油产权机 大概意思就是什么 在Oklahoma Texas这个地方 有几千亩的土地 然后呢 投资人呢 就去买那个土地 买了土地以后呢 变成那个土地地主嘛 变成地主了嘛 然后呢 把这个土地呢 租给大的石油公司 像Exxon Mobil Texco啊 这样的大公司 由他们在土地上 已经有井了 有六七十口井了 在这个土地上呢 去开采原油或者天然气 那么他们开采的过程当中呢 他租给他是用 Triple Net的形式 什么费用啊 维修费啊 税啊 都是他在交 就是这个租的人在交 租户在交 所以这个房东啊 是不管的 那房东只管一件事情 收钱 收什么钱呢 就是Royity 所以Royity呢 是根据什么来收呢 根据天然气和石油的试价 我们纽约市市长 布伦伯格 他从高盛出来以后呢 就创办了一个网站 Information的网站 很厉害啊 我们在美宁建建 在高盛都用他的网站 金融方面的网站 第一手资料都在上面 你上去一看就知道 当天这个原油 或者天然气的价格 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我们都是用它来成交的 那么这个呢 大家来看一看 假如前几天好像达到104块了 这个原油啊 原油的价格是10块了